而这几天全台刮台风又刚好是休假日 竟然有民众在家搞CUSO了 有网友就在中天新闻灾情中心的脸书上 以南马都台风的这个归宿来比拟hold住姐 讽刺台风走得实在太慢了 这照片上的台词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网友CUSO在中天新闻灾情中心脸书 贴上二稿版照片 把南马都台风比拟成hold住姐 反讽她是史上最fasion的台风 不愧是台风界fasion女王 整个台湾都完全被她给hold住了 OK我整个场面我要hold住不能慌 已经被撞到 一个move回来 hold住姐经典台词搭配搞怪装扮 引起一阵讨论 现在就连南马都台风都搭上hold住姐的风潮 网友看到都忍不住按赞 直呼实在太有梗 南马都台风来西 这位先生还可以雨中作乐 光着上半身走到马路中间 先来摆个猛男pose 知识好像很专业哦 之后连扶地挺身都来了 引起旁边同伴一阵狂笑 看她越坐越起劲 之后甚至连侧空翻都来秀一下 旁边轿车刚好经过 差点就要撞上去 民众在台风天搞CUSO 但是风雨这么大 还是不要做出这么危险的行为才好 中天新闻有文旗台北报导 女并不跌扬 同众対神